大家好,我们都喜欢唱歌,很想把一首歌曲唱好 但是呢,在一首歌曲当中,往往有那么一两个音唱不上去 或者是有些低音唱不下来,是不是啊? 但是呢,高音的时候啊,我小声的唱反而能唱上去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用假声或者是小声唱,能够把一首歌唱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种歌唱状态叫做轻声唱法 也叫半声唱法 轻声唱法呢,也是歌唱当中的一种技巧 也是需要我们慢慢地去熟悉它和掌握它 那怎么去获得这种轻声唱法呢? 这里啊,我要说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运用一种饱满的情绪 饱满的说悄悄话的感觉来唱歌 你看啊,饱满的情绪 饱满的说悄悄话 就这样轻声的这种状态 我跟大家说啊,我经常在煮饭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饱满的说悄悄话的感觉 来练声,来唱歌 已经很多年都是这样 一边洗菜一边 整个身体啊,它就是越来越热情的 情绪也是热情的 这种啊,从表面看 是感觉比较轻松的 整个自己的身体的感觉 你会觉得是内景外松的感觉 你看,整个是感觉 从表面看比较轻松 身体内景外松 一无一无一无 悄悄火 悄悄火 内景外松 把这种感觉运用到歌唱当中 那就是轻声唱法 比如我们唱两句,试一下 只要你能像我这样 很多年变成这样一种习惯 用饱满的情绪悄悄话 这样的感觉去唱歌 你的高音 基本上你会觉得越来越好唱 高音低音 很通的 很多时候你就是状态没有马上投入 就影响了你唱高音和唱低音 我悄悄火 你试一下 越来越好 你会觉得 怎么悄悄地说话可以唱那么高呢 怎么悄悄话的这种感觉 高音很好唱 对不对 你会有这个感觉 好,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南尼汪来唱一下 这首歌南尼汪这首歌曲呢 也是比较高看了亮的 你看啊 悄悄话情绪饱满的 先坐好 南尼汪 南尼汪计调四二拍 情绪饱满的悄悄话 你悄悄悄话 你悄悄悄话 悄悄悄悄满的悄想 听我们唱一唱 唱一哑唱 继续悄悄话 powered by Nezay カning 秀悄悄话 如果你能点出 rait food 和平面的悄悄悄悄悄悄悄 so good 云悄悄悄 大叶 也应该 América 叶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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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悄悄悄悄 Tube 你就是把声音从弱 从小声 轻声 半声 这样的感觉 推开就很容易了 那么勾音自然就好上 你看它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勾音 记住 要饱满的情绪 加上悄悄化的感觉 慢慢速度试一下 放慢速度 再试一下 对吧 成了 这就好了 高中低音 你就这种情绪 就这种状态唱下去 会让你非常的好唱歌 全身都是 全身细胞都打开了 好 那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也欢迎朋友们到西瓜视频 进行强力推荐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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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